HELLO 大家好我是SKY 今天我們帶各位來花蓮 來花蓮有幾個體驗你一定要玩 像是這邊的泛舟啦 還有一個就是玉石DIY體驗 因為花蓮的特色產的就是豐田玉 在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不用到受風這麼有的地方 你在花蓮市區在南濱公園附近 其實你就可以玩到玉石DIY體驗 而且價格其實不歸大概400塊 當然以你的石頭選擇會有不同的價格 400塊我覺得相當的便宜 你一定要帶你的小朋友來好好玩一次 製作你個人的DIY體驗 接下來我就帶各位一起去體驗DIY 順便看一下台灣的豐田玉啦 或是藍寶還有玫瑰石 這裡都相當的漂亮 那咱們出發喔 GO 這個是打磨的現場 這個是台灣的豐田玉 這是墨玉 這個就是玫瑰石 特別的粉嫩 這個都是打磨鉗 看烏烏的 然後這個是雪花玉 貓眼玉 貓眼玉 那做完之後呢 就像上面這樣打磨完亮亮的感覺 我們的流程就會先從 粗膜 細膜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粗紗 然後 激紗 最後就 你知道嗎 最後這邊就是 抛光 然後就會變成桌上的東西了 瑋哥你會不會害怕 好玩嗎 摸摸看 它會有粉 它的震動幅度比較大 那因為它這是圓弧的 我們這個是平的 它的脾氣比較大 所以你這個東西 預期就要隨著它的那個 稍微動一下 要摸它這樣 稍微有點亮亮的 因為它那個力道很大 小朋友你弄不好 它就會飛出去的這一塊 越往裡面它的理心率越大 然後基本上我們就會往裡面 在旁邊拋過 這是拋光前拋光後 現在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綁繩子了 好 你看你有哪一個繩子 這個這個 還是綠色還黑咖啡 還是你想要這個鏈子 這 這樣子 就可以了 哇你的完成了 天衣寶石博物館 天衣寶石博物館 除了是花蓮 玉石觀光工廠之外 也是超過千平的玉石博物館 成立於2011年 經過旅行業平保協會合定 是旅行購物平保店家之一 同時也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台灣寶玉石情境導覽與體驗計畫的輔導執行 簡單說就是觀光工廠啦 台灣的玉石主要分布在花蓮 主要都是以玫瑰石台灣玉 跟台灣藍寶為主 那像我們現在看的台灣玉 就是所謂的豐田玉 又稱為台灣軟玉 屬於台灣特有 印度大概是6-6.5 以翠玉墨綠環綠為主 內部雜質較多 越乾淨 價值相對又越高啦 在民俗說法裡面 玉本身就有趨吉避凶 而無字型的長方形造型稱無視牌 取其無視的諧音 被命名為無視牌 台灣貓眼為台灣閃玉的一個品種 經過拋光打磨之後 中間會出現如貓眼般明亮的光線 絢麗無比 令人愛不釋手啊 目前全世界出產的閃玉中 只有台灣玉具有貓眼 特別被稱為貓眼玉 常見有黑色蜂蜜色咖啡色 綠色跟黃色啊 玫瑰石主要產於台灣花 東地區的綠霧溪 山山溪溪跟木瓜西亞 印度大概5.5-6.5左右 以前會以色澤為主 現在只要是看色彩極限調 每一塊玫瑰石都有獨特的山水景色 越美麗的景色和色澤大 價格當然就越高啦 台灣藍寶又稱台灣藍玉水 主要成分為二氧化系 內含細孔雀池 而新陳的海洋天空藍 藍中帶綠等色 主要範圍在台灣東部寒山脈 從花蓮巴黎灣山系 到台東都藍的城廣澳山系之間 而其中產地最好的地點為都藍山 台灣藍寶之所以有名 就是因為原礦的雜質非常少 在品質好的情況下 製作出來的成品相當的漂亮 也因為產量少加上限制開發 所以價值也就越來越高了 天衣寶石博物館出品的都有保證書 所以你大可放心連經濟部都幫忙背書保證的 很多人都以為保持很貴 但實際還好啊 這裡從幾百塊到幾千萬其實都有 像生活業務的SKY啊 最喜歡就是皮球 像印章也是這裡的熱賣商品喔 看到這如果你還以為 它只是一個普通的觀光工廠賣也就錯了 其實上它是一個博物館 小到身上的配件大到 風水其實這裡都有 像孔雀開屏抑鬱的富貴吉祥 底下跟暗藏水晶洞呢 說到風水裡的聚寶瓶 我們當然要請專業的出場啦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就是聚寶瓶 好那有幾個瓶型 其實聚寶瓶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你看 所有的聚寶瓶它都是肚大口小 肚子是大的口是小的 但是它的外口的部分是往外敞開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聚財把財氣聚進去 那像這一隻 這隻比較特別是 其實我們如果說把燈關掉之後 它這邊是透光的 透光它有一個圓圈 它是叫採眼眼睛去找財 把財氣找進來 那後面呢它為什麼不透 剛才我們看過它不透的原因是因為 它後面叫做財庫 錢財後庫都有了 所以財進來之後呢 我們有一個庫房 把它擋起來把它存起來 這樣子你賺的錢 才不會把它流出去的 花光了 那這就是一個風水上的一個擺設 其實在居家也好 還是公司也好 它擺設有講究的 要找到你家的財位跟服位 那財位服位怎麼找 簡單講 門口一進去 進去的左右兩個45度的斜對角線 你就看 你就比這樣兩邊 左青龍右白虎 青龍方就是財位 千萬不要放垃圾桶啊 掃把啊這些 才是要進去都被你掃地出門了 所以自古以來你看到的瓶 在家裡放的瓶也好 它底下都會有這個木座 來我底座拿起來給大家看 這個叫做瓶 這個底座呢 其實不叫底座 它叫什麼 它有寓意的 這個叫鞍 那所以呢 瓶把它放在鞍上 這叫什麼 瓶鞍 它也代表的是一個平鞍的一個象徵 那這個就是典型的聚寶 最常看到的就是這種造型的 那我講一個小方法 來給大家增加財運 那怎麼放呢 找到財位之後 你把它放在財位 安上去之後 那天是個 你在那個農民地上找一個吉日 即時吉日 好 那我們會附贈一個 你帶了寶瓶 我們會附贈一個無色琉璃石 這裡面代表的 我的顏色代表什麼 金木水火土無形運轉的意思 那這個紅色的紙 我們把它剪成圓圓滿滿的圓形 代表的是圓滿 那下面要寫字寫什麼呢 我們主人的姓名 地址 生日寫在這邊 那背後 把我今年的願望寫在這裡 你心理健康 對我發財 然後今年讓我旺 什麼的 或者孩子要考大學了 升職什麼都可以放在這邊 你的願望寫好之後 我們把寶瓶清下來 把它放在地下 然後這時候 再把寶瓶清回去 放上去 這時候的五行流離石 你就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那加進去的時候 我們再帶上168塊 168代表的是一路發 那你可以用 那個硬幣 代表什麼 錢母生錢紙 放進去 那往後第二年 你經過一年的加持 我這個168塊還可以拿出來 但是你拿出來還要補進去 就是補另外新的錢 這個168幹嘛 來教你們 各位做生意的 這168 把它放在你開戶往來的一個銀行裡面 當做一個錢滾錢 它會帶財進去你的銀行 那這個呢 就把它放在裡面 就不要動了 第二年的時候 我們新年新希望的時候 我們再拿一個新的紙 然後再寫上你新年的新願望 這個就放在底下 放在底下 就好了 每一年的願望是不同的 那這就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保平的 一個安放的方法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